《魔物獵人崛起》 《魔物獵人崛起》 《魔物獵人崛起》是一款動作遊戲 玩家將成為英勇的獵人 獵取契飾於異世界魔物 過程中不斷強化武器和收集素材 抹向更高境界的手獵旅程 遊戲繼推出了Switch版之後 而我今次終於推出了PC的Stream平台 PC版支援4K的解像度 高精數顯示、高解像度紋理 支援月音聊天和闊屏幕模式 《紅彩6號隔離禁區》 《紅彩6號隔離禁區》 是紅彩6號系列的三人戰術合作遊戲 玩家跨入隔離禁區中 將面對感染人類的寄生蟲和周遭環境的神秘威脅 玩家在遊戲中將考驗戰略的技巧 求生直覺和合作 是一款三人圍小隊的生存射擊遊戲 步行夢傳說 《 последitime飛望ally遍入山传十來的防守作》 保可夢傳說 《阿爾宗斯》 又會遇到什麼神秘的經歷呢? 《消世的光芒2》 《消世的光芒》續作《消世的光芒2》 是一款開放世界動作RPG遊戲 以充斥著喪屍的每日世界為故事舞台 本作除了整集受到好評的浸沉式故事體驗 和第一人稱的視點動作要素之外 還能夠透過分期選項打造出不同路線的故事劇情 感受屬於自己的故事體驗 地平線西域禁地 地平線西域禁地2017年2月 在PlayStation4推出的地平線 奇多黎明的續篇作品 由曾打造殺戮地帶系列的 Gerrilla Games團隊擔任開發 延續前作Goosey Catching 以每日號結後千年的美國為舞台 本家將再次扮演諾拉布族的獵人少女阿羅爾 前往從舊世界美國 由他州到西岸太平洋的西方邊 將地帶展開新的武裂 阿爾登法環 由宮崎英哥一手打造的新作阿爾登法環 是一款開放世界的冒險遊戲 之前曾經宣布延期 不過現在決定在2022年2月25日上市 遊戲充滿了黑暗靈魂的風格 也很重視探索上面對玩家的引導 系統會安排一條明確的路線 但不會要求一定要跟著走 而且有地圖系統、標記地點、收集地圖碎片 令玩家更沉迷探索在這個神秘的世界 黑街聖徒 黑街聖徒是一款推出四集的作品 而沉著多年之後 這款作品突然宣布推出續作 並以重啟版的方式 被玩家重新審視這款作品 遊戲內容趕述盛以來 屬於美國西南部中心的虛構城市 分為九個獨特地區 在這個充斥著犯罪的世界中 無法無天的幫派在爭奪權力 一群年輕人開始了他們的犯罪活動 尚未GTA的黑街聖徒 就好像上演一齣瘋狂的犯罪喜劇 誇張的武器和載具往往超越了一般人的想像 三角戰略 這是一款由Square Enix 打造的全新戰略RPG遊戲 觀察有著以高畫質2D的精美畫面呈現狀闊的故事 以及擁有相當距深度的策略戰鬥 故事舞台為戰亂的諾澤利亞大陸 玩家將不得不造出艱難的抉擇 遊戲中的各種選擇和行動都會累積基於利益、道德、自由三種價值觀的信念 並且會影響劇情的分歧和加入可方陣營的角色 令遊戲更加負面化 樂園的異鄉人Final Fantasy 起源 樂園的異鄉人Final Fantasy 起源 是由Square Enix和光榮忍者小組Teen Ninja團隊共同開發 今次改為順動作的玩法 加上忍者小組忍者龍劍轉式的戰鬥風格 以及加入了具有撼殺和靈魂護盾的防御反擊機制 還能夠執行殘酷的終結技 將敵人變成血症然後將其奮罪 當黑暗地失敗世界 四位光榮忍者將來 我是Neon 我只計三位 我能解決你 我沒有得到 我知道他們的名字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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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車浪漫女7 跑車浪漫女7 跑車浪漫女7是你堪稱的一款賽車模擬遊戲 而且是優勢以來PlayStation最好的賽車遊戲之一 跑車生產商Portra為了這款遊戲設計了概念 Portra Region Grand Tourismal 並且收錄到這款遊戲入面 遊戲將收錄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 420多種經典車款和90多條賽道 並且導入真實資料無以出時間和氣候變化 盧劫殺陣2 車樂飛之心 《浩劫殺陣》一代當初在 PC 平台受到數百萬玩家喜愛 在 Steam 平台獲得壓倒性的好評 但直到 2018 年才正式公佈開發《浩劫殺陣2》 遊戲結合獨特的沉浸式體驗 恐怖第一人稱射擊元素 將帶來廣大的開放世界給玩家探索 體驗這個具有多重結局的史詩式故事 遊戲將以非線性故事為特色 玩家將有選擇影響短期結果甚至最終的結局 遊戲描述《賞金獵人》在寶藏利益驅視之下 深入了這個受到嚴重污染的地區 有些人想要遲遲逃避過去 有些人被金錢蒙蔽雙眼 更加有人急於想要找到這一切神秘事件背後的真相 星空是一款單人遊玩的宇宙科幻RPG遊戲 Bethesta總監Tartower表示 工作室已經花了十年時間去開發 希望可以為玩家呈現一個史詩式雲工而壯大的宇宙舞台 Bethesta Game Studio 曾經一手打造上古建築 二層魚生等等出色的作品 在這款以浩漢升制為舞台的次世代角色扮演遊戲中 玩家可以創造自己的角色 為押開人類最大的秘密展開波蘭狀腹的旅程 並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盡情探索宇宙 星之卡比探索發現 星之卡比探索發現 星之卡比探索發現是正編系列中首款3D動作遊戲 在立體關卡中 玩家將可以使用卡比熟悉的動作自由的來回探索 除了可以將敵人吸入和套出之外 還可以使用利劍和複製能力的招式 沙爾達傳說抗野知識2 這個作品在2017年發售的沙爾達傳說抗野知識相隔五年的續作 在2019年E3電子娛樂展上任天堂播出相關視頻 其中畫面風格呈現黑暗和時間逆流的含意 相信今集的故事和遊戲性都會超越上一集 系列的製作人清早英爾表示 本作將沿用前作的遊戲地圖 並且加入新的故事和遊戲元素 而且武器舞台亦會擴展至海拉魯大陸的上空 《瘟疫傳說安環曲》 《瘟疫傳說安環曲》是瘟疫傳說無罪續篇作品 《瘟疫傳說安環曲》是瘟疫傳說無罪續篇作品 《瘟疫傳說安環曲》是瘟疫傳說的中古法國為背景 若者亞馬西亞與瘟國對於宗教裁判追殺的年幼子弟所經歷冒險 經歷重重苦難考驗而成長的子弟兩個人 在逃離被破壞家園後 軟赴南方新地區 來到充滿活力的城市 試圖展開新的生活並控制瘟國身上的罪咒 當瘟國的力量重新覺醒時 會出現老鼠紅樓伴隨著死亡和破壞吞世一切 今集他們兩個人將希望寄託在一個預言中的賭� 這個賭� 可能是拯救瘟國的關鍵 戰神 諸神黃昏 戰神 諸神黃昏是由聖塔莫尼卡工作室開發 索尼烏東娛樂發行的動作冒險電子遊戲 預計於2022年在PlayStation 4和PlayStation 5平台獨尖發售 這個遊戲是戰神系列第九部作品以及2018年戰神的續作 與前座一樣以北歐神話為基礎 古代羅威為背景 今集故事會描寫克雷多斯和他的兒子亞特尤斯 在北歐神話世界的冒險 兩人將要面對諸神黃昏末日的考驗 關鍵 Body 慶末卡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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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熱 關鍵 關鍵 高譚騎士 高譚騎士是一款開放世界動作角色泛演遊戲 這款是繼亞卡漢同事之後的另一款全新作品 遊戲背景設定在蝙蝠入已死的世界一邊 一枝新生且極具擴張性的犯罪組織植捲了高譚士的大街小巷 現在守護高譚士的重責大任就落去蝙蝠女、夜翼、紅頭罩及羅賓之上 官家必須退變成為新的黑暗騎士 解除這座城市歷史中最黑暗的陰謀便要反派正面對決 7彈大作戰3 這是一款相當具人氣的射擊對戰遊戲系列 今次本作的舞台位於上慶地區 那裏是一片烈日當空的荒蕪沙漠 沙漠的中心地帶以運集街道為主的萬對鎮 很多熱海對戰的魷魚和章魚都聚集在那裏 以密集圖末面積一決勝負的4對4戰地對戰雖然同以前一樣 不過當中加入了可以在半空中開始比賽 而除了蓋登場的武器亦可以用類似功類的武器 1. 索尼克未知邊境 音速小指系列索尼克未知邊境由Solid Team製作 並且宣布於2022年尾推出 本仔將本身在入面經歷前所未有的體驗 以高速自由奔馳的開放世界為背景 索尼克將穿越貌密的森林 彈敗入暴出熱的沙漠 甚至更多的風景 並以強大的人作詞 中文字幕由Solid Team 《鬼線 東京》 《鬼線 東京》是一款極其引人注目的動作冒險遊戲 由惡靈 故寶之父 三相真司和Tango Gamers 諸為PlayStation 5系統設計開發 透過天狗獨特的視野看東京 作為具豐富傳統和歷史迷人的刀繪 並對抗超自然的威脅 故事講述大規模的超自然事件 造成東京99%人類失蹤 與此同時大量日本民間故事的鬼怪直短這個地方 本家將運動超能力解開民眾失蹤的謎團 拯救這座城市 永遠是你的恐慌 我會成為她生命 Mari Mari The time is nigh The world rests on the precipice of transformation A new age will dawn 今集就講到這裏,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記得like,share,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還有記得按鈴鐺,以便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